好 又到了山海氣象的時間了 那明天的天氣如何呢 我們要來請教氣象主播魯一 魯一請說 原是氣象 不管晴天雨天 原是氣象在你身邊 歡迎來到山海氣象的時間 大家晚安 我是如意 長冷空氣南下 今天真的是冷得非常有感 今晨五點左右 新竹以北有好多地方 低溫都不到10度 而台灣本島的平地最低溫 出現在新竹的寶山側站 就只有9度這麼低而已 而雖然隨著時間接近中午 溫度有慢慢的回升 但是這個上升的速度 真的非常緩慢 甚至從中午12點 一直到今天下午的2點 基隆都持續維持11.1度的低溫 不過呢 雖然最冷的時空是已經過去了 而且水氣減少 雖然銀風面地區是還有一些 小飄移的狀況出現 但是呢 其他地區幾乎都是多雲 但是沒有下雨的天氣 而至於未來天氣 會不會越來越好 首先我們透過 衛星圖來告訴大家了 冷高南下年代東北風增強 圖上我們可以看到 這個雲層相對稀少的地方 也就是浙江一帶 就是冷空氣所在的位置 不過我們可以看到 我們其實周圍的水氣呢 跟昨天比起來是已經減少了很多 明天呢 桃園以北以及東半部地區 局部短暫的情況呢 會稍微的高一點 不過這個雨勢 還有雨量都會再減少 而其他地方呢 雖然雲是會比較多的 但是我們越往南走 就越有機會 可以見到陽光露臉 而雖然天氣是逐漸轉乾 不過冷的感覺 還是會持續一段時間 至於什麼時候會暖呢 我們再透過溫度趨勢圖來看了 我們首先來看到的是 北部還有東北部地區 雖然呢 水氣是有慢慢的減少 未來呢 天氣也會慢慢的 回復到穩定的天氣形態 但是我們依然是受到冷氣團影響 即便最冷的時間已經過去了 但是明天呢 整天的溫度都還是持續偏低 最低溫度只有12度 而高溫部分也只有17度而已 而且預計這波冷空氣要到了 禮拜五才會慢慢的減弱 所以呢 即使到週末溫度是有小幅度的回升 但是這個幅度是真的很小 所以呢 我們幫助人的工作 依然是不能馬虎的 就是看往中南部地區呢 這座天氣來說呢 是相對的比較穩定 沒有下雨的狀況 但是氣溫部分 同樣是受到冷空氣影響 再加上 雲量呢 其實比北部來說 相對的比較少 因此呢 輻射冷卻效益也會比較明顯 明天要注意 低溫呢 會下探到13度 而高溫呢 因為白天有陽光的關係 雖然高溫能夠 到24度 但是我們可以看到 這個日夜溫差 也都比北部地區 來得更為明顯 而到了週末 冷空氣減弱 氣溫呢 會再回升到27度 但我們同樣要留意 這個日夜溫差的部分 因此呢 有安排互外活動 就請大家 適時務必調整衣物了 而最後再來看到 迎風面的東半部地區 氣溫同樣是持續偏低 而且受到東北風 再加上地形的影響 除了雲香對時比較多之外 還會有短暫雨的狀況出現 一直到禮拜天 都會是這樣 濕冷 濕涼的天氣 提醒就在東部的法規 外出除了要帶傘 保暖工作也記得要做好 而至於明天 雲香地區更詳細的天氣預測 一起來看上海氣象 首先來到屏東的 市澤牡丹滿洲 低溫11度 高溫也只有23度 泰伍來一傳日 明天是會有陽光落臉的好天氣 低溫10度 高溫26度 三地門霧臺馬架 最低溫度只有9度 地點是在霧臺 高溫有25度 高雄原鄉 最低溫只有4度 地點在桃園 而高溫有23度 在阿里山 氣溫在3到21度之間 要注意日夜溫差 南投的人愛於池 水裡及信義 多餘的天氣形態 低溫1度 高溫20度 台中和平 氣溫在4到20度之間 是多餘的天氣形態 苗栗的南莊 試探泰安 最低溫只有6度 地點在南莊 高溫18度 新竹的關係 尖15風 明天是下雨的天氣 低溫4度 高溫15度 新北烏來桃園 復興低溫持續偏低 低溫5度 高溫15度 燕的大頭南澳 低溫7度 高溫19度 花蓮北部的部分 低溫14度 高溫18度 有2成以上的 降雨機會 秀林及萬榮 低溫只有8度 高溫16度 有5成以上的 降雨機會 射峰峰冰 低溫12度 高溫19度 凤陵光復瑞 所以明天是會下雨的 低溫12度 高溫17度 濁溪 玉里及富里 低溫只有3度 地點在濁溪 高溫來到18度 台東寒险地區 明天是會下雨的狀況 低溫13度 高溫22度 池上關山 海端及延平 低溫只有8度 地點在海端 高溫有20度 陸越台東市及北南 低溫13度 高溫20度 有2成以上的 降雨機會 泰馬里大舞 金峰及達人 低溫10度 高溫21度 同樣是會有 下雨的情況 南野地區 氣溫在16-22度之間 最後來到 外島的 蓮江 金門 及澎湖 低溫9度 高溫19度 天氣上 從現在開始 一直到禮拜五 北部地區 還有宜花東的 局部地區 還是會有一點 零零星星的 短暫降雨出現 而溫度方面 最冷的時間 已經過去了 但是至少 到週末之前 氣溫都不會 再明顯地回升 除了提醒大家 保暖之外 家中有年紀比較大的法基法醫 健康狀況 就一定要隨時注意了 那麼 以上就是這節的天氣資訊 我們記得 再把時間交還給 Wumas 謝謝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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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